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总 没有预约不能进啊 李总 李总 高总 李总不请自来 有何贵干啊 我是来告诉你 我身边的人 一个都不要动 你这是什么话 腿长在苏小姐身上 我怎么能控制得了呢 高总说得有道理 但高总不要忘了 你为什么不姓李 做事不要得寸矜持 这些年 平价市场 全都给你了 难道你还要跟家上争吗 争什么 争我死后的位置啊 你别忘了 他才是我们李家的人 你知道什么是信任吗 你不知道 否则你就不会来找我 其实你跟我骨子里是很像的 这可能就是无法改变的血缘吧 我们都不会轻易地信任别人 又要求别人无条件地信任我们自己 多疑就是我们家族的印记 你说可悲不可悲啊 可悲 高总你说 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和儿子都不相信 到底是谁对谁错 我没想到 你居然会帮他说话 你别忘了 他当年是怎么对你的 我们家上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再也不是那个哭着喊着 去找女朋友的矛头小子了 尸体在运送接管的时候 家上对研究所的事情 更感兴趣 所以那天没在 他们走以后给我看的文件当中 数字就已经是罢了 想什么那一个人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战友的吗 你就是这样出卖战友的吗 你也没说过必须要瞒着他是不是 而且 你们俩新品发布会那么高调秀恩爱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防着他呀对不对 这不是防 我只是想找一个时机慢慢跟他说 说白了还是不信他呗 好好好 你这俩感情的事我不多嘴啊 给我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我找到了正义当年做法医的工作单位 我一会儿就去实地拜访 谈谈他为什么离职打转好 还算你有点用 我说男人在你心里 是不是只有利用这一种功能啊 人不都应该庆幸 你自己有被利用的价值吗 记得买单 你 还点那么多你 他答应吗 怎么样啊 宣讲会开了一天 头都炸了 怎么这么多 对啊 全是他们赛给我的 当年级第一太辛苦了 嗯哼哼哼 李氏也去了 对啊 而且李氏连李家丈都去了 他是不是还反复强调 自己特别看重科研人员的培养 你怎么知道 他还说 李氏最早是靠美妆起家 然后开始研究护肤 当时很不被人看好 直到第一代护肤黑科技的产生 让李氏一下子进入了 高端护肤品质列 所以 他才要抢先收割 你们这一批 最顶尖的好苗子呀 你反正他说 让我去理事研究所工作 然后帮我赔模特的韦瑞金 那你想去吗 我一想呢 要跟他工作 我就浑身难受 这个人看着好眼神啊 老板 小 grown up 你一样 我这个人呢 我一肯比他他要 我还有一个的 我有钱地想去你 我觉得好 و 来 我一个 medi their которых 所以 说明他和我父亲和朱月一样 从李牧研究所成立到关闭 一直都在 这个人一直在理事研究所 所以说 他肯定知道很多 关于牧叔叔的事情 看来得找时间去一趟理事研究所 姐 还是我去吧 我刚好要在那儿实习 你这么贸然过去 会让人起疑心的 你干吗 你干吗 刚不是还有个人说自己浑身难受吗 是难受 实习还得搬宿舍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说 杨阳 手术结束了吗 我给你订的餐 你收到了没有 一会儿下班我就接你哦 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叫人生死相续啊 你要殉情啊 阿尚 你的幽默感 真的比我家洋洋撒娇还要在乱 吃完就滚吧 你俩还没和好吧 你自己干 还不准我这边爱会潮水啊 你想一下 如果我下夕阳背着你干一些事 你怎么想 他背着我干什么事 也是帮着你家苏伊干的 你还是殉情吧 好了 你怪他没有跟你开诚布公 他怪你偷偷派人跟踪双鸭 你俩五十步 是要百步 我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他 那他也是为了保护你呢 保护我 你自己刚刚说的 他瞒着你什么那些 真假尸检报告 你说 这背后操纵的到底是谁 别说你没怀疑过 如果苏伊真的比你大一灭气 你敢说自己毫不犹豫吗 本来呢 我只是怀疑他爷爷 但钢梦的分化让我觉得 李嘉胜也不简单 那你直接问他呀 跟大提老师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我怕他直接承认 又怕他撒谎否认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逃避吧 那还有一可能 就是真的不是他做的 是钢梦在撒谎 也许吧 开始吧 但是杨阳 我又觉得 如果高牧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无辜 又怎么会搞得这么众叛亲离呢 之前酒会上 李董和他跟陌生人似的 底下上也是 对他充满敌意 搞不好这个高牧啊 又是另外一个张副总 顾给他搅局的 但他又确实把我在正义那儿 找到了事件报告 可能他这么做 是故意为了讨好你 你看你之前找过的故人 朱月楚墨 对当年的事情都避之不及 就这个高牧这么积极 难道就是为了跟你父母的旧交情 好 杨阳 我现在脑子一团乱 我连我自己的记忆都不甘心 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 我总觉得 我记忆最后发生的地方 是李牧研究所 但张伯告诉我 我错了 说我失忆 就是车祸造成的 我觉得 你可以相信自己的记忆 毕竟无论好坏 都是你一直想要寻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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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依依 你这么晚还不睡 你又做噩梦了 你俩这一吵架 嫁依都失笑了 我爱自己活在魔法世界里 可能因为 今天想太也搬走了吧 你今天怎么搞得这么一关禽兽啊 你要去当司仪啊 你别动 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话快说 周总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我还要回去睡会儿 好好 很快的 我有东西要给你 你 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没啊 我就是 大正午太热了 刚有什么东西掉了吗 什么呀 我看看 没什么 我看看 给我 给我 快点 我连个盒子都没有啊 这一吓的心海 这一吓的心海 是你像我全是未来 我知道 有点早了 有点急 有点急 但绝对不是冲动 我承认 对你是见色起义 但爱上你 是我对麻木生活的起义 正合下戏啊 绝配啊 绝配啊 见你的第一次 我就在想想 跟你求婚时 你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会叫什么名字 这么确定的事情 这一生也就这一次 杨洋 我想成为那个 能让你一直快乐的人 我现在很认真 很认真的请求你 跟我共度一生吧 那我现在是什么表情啊 一脸 我怎么栽在这个蠢男人身上的表情 那你是不是应该跪下 但你求婚还有双心会 就是 对了 您怎么还不走啊 周五晚上回家吃饭 记住 带着二媳妇 那小媳妇 那周五晚上去不去吃饭啊 起来 起来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臭小子 你还没答应我呢 你也不想想 你多久没回家吃晚饭了 我为人不回家您不知道啊 如果今天不是让我碰见 你俩是不是打算还瞒着我呀 我没什么好瞒的 我本来就打算要结婚的 我警告你啊 平时不听话就算了 但是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 不用您说 我会把杨阳当亲人一样对待的 一辈子对了好的 一辈子对了好的 来 骚扰你的人呢 刚刚被我吓跑了呀 一晚来了一步 根本就没人骚扰你吧 有啊 你这不是来了吗 来 你别生气 我真的有事找你帮忙 我刚刚洗澡 这水不够了 你是故意让我来的吧 真从不 这都被你看出来 你现在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每天去理事看不见你 我很不开心 我想看见你 所以我马上就要看见你 你们有钱人是不是闲的 折磨别人很快乐吗 大晚上的我从研究所过来 以为你真的出事了 二十公里路 我只用了二十多分钟 你 为什么喜欢我 想这么多干吗呀 我们跟着感觉走不好吗 叫苏总先进来 好的 李总 进 罗经理怎么也来了 怎么 不怀疑我呀 李总叫我过来 不是会报工作的吗 我就想着和罗经理一起啊 正好我们很多看法 都是我们一起讨论的 你们俩要是想谈恋爱的话 我可以先走 不用 你汇报吧 这是关于新门店选举的两套方案 我个人倾向于A 我选B 可是李总 就这么定了 你最近很开心吗 这么明显吗 昨天晚上 我可成功了 你竟然对我弟弟 工作时间 别聊四尺 最近呢 有几个比较大的电商平台呢 想找我们做新品的 专场直播带货 这个可以考虑 直播减价确实可以带来销量 但它不利于实体店 不得复购消费 凡事都有利有弊 你不能只考虑弊 万一弊大于利呢 总得有权衡吧 你觉得呢 罗经理 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幼稚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 把这种私人情感 带到工作上来 好 苏经理 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把这个综艺的首席冠名权拿下来 综艺冠名是典型的高举高达 也是我们一直在极力避免的 我认为 之前 我们做的都是小成本投资 是个水而已 现在销量一直在涨 我觉得 我们可以做高级营销了 那这个任务我可以拒绝吗 它并不适合我们的新品调性 可以 反正我已经交给罗经理了 你只不过是我的备选 你什么时候安排我的 前两天安排你的 行吗 那我先去忙了 苏姨 牛奶最近不太好 陪我去趟重工医院 来 怎么样 大夫 不太乐观啊 这个猫鼻呢 平时喜欢用舌头去树立皮毛 但是被吃进去的毛蟹 是很难通过排泄或者殴肚 那他现在是不是很难受 是 这样吧 我一会儿去给他喂点止疼药 明天你们再过来把他拧走 好吧 大夫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好的 谢谢 加上 牛奶现在一定很难受 我在想 要不要让他别那么难受 我 但你之前不是说过只要活着 就还有挽救的余地吗 医生说得你刚刚也听见了 牛奶现在太老了 我不想他这么痛苦 再等几天吧 我想自私地把他留在身边 陪陪我们 能多几天十几天 能多几天十几天 关于冠名权的事我想过了 刚刚是我考虑不周 其实我也想出一份力 没关系 罗经理那边一切顺利 喂 李嘉尚 你怎么得罪平台了 我等了足足三个小时 然后临时告诉我不见面了 我没有这么逗人玩的 自己烂摊自己看着办吧 看来还是有点挑战啊 李总 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我就不让罗经理亲自去 喂 杨阳 什么 分手 明明是你去相亲被我碰到了 凭什么你跟我分手啊 要提也是我提吧 你俩怎么回事 不是刚求婚成功了 怎么又是相亲又是分手的 坐 夏医生 你是郑恒的女朋友吧 你手上这个戒指好漂亮啊 她买的吧 好巧呀 我也有一个 就前两天逛街 她刚给我买的 郑和这匹野马 习惯了四处奔腾 任何一个自以为可以驯服她的人 到最后都会像我一样 摔得鼻青脸肿 你们看看我这头顶 比股票熊市还要绿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分手啊 你是小龙人啊 要我说几遍啊 你先告诉我 是你先答应嫁给我的 为什么还要去见别的野男人 不要发泄情绪 把事情说明白 对 你们这就是有误会 好好聊一聊 解除误会不就好了 那你俩怎么好过头啊 管好自己的事 管好自己的事 你 为什么去相亲 她脚踩两只船 这就算了 另外一只还特别破 拉低了我的水平 不是啊 那女的真的是头皮发麻呀 她追了我好几年 我都誓死不从 估计是被我在朋友圈 发的求婚成功的照片 给刺激了 你要相信我呀 你相信我的品位啊 你要是敢骗我 段子绝孙 外加五雷轰顶 不失街头 杨杨 以后你有任何怀疑我的事 你直接来问我删我都行 你别自己瞎想 更不要轻易地 单方面地放弃我 行不行 以后我的手机你随时随地随意看 密码是你声乐 哪天不看我就不高兴 你得上班打卡一样 养成习惯 别给我增加工作量 谁稀罕呀 走开 我是真的不怕你做我 我就怕你对我不做 你说谁做呢 要是换别人 会这一天天着急上伙了吗 对对对 只就是我 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昨天我送我姐去剧组了 她跟我说了你回国的原因 那些一点 确实跟李氏脱不开关系 你还跟她说 说你回国的意外之起是我 还不舍得伤害我 我可没说过这么矫情的话 你不要认为自己的心思 被我看穿就输了 反正一直都是我爱你更多一些 依依 我们已经错过了七年了 特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僵持上 刚刚正和说的 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那以后 你有什么怀疑和问题 就直接来问我 你也是 那我问了 我先问 为什么派人跟踪我 我那次见你在明星门口 差点被车撞 我就以为你被别人盯上了 我当然要派人保护你 到你了 为什么去找高牧 我总觉得她还知道些什么 不问到山穷水尽 我不甘心 好 好 原来说真话 是这么简单 对我们俩来说 好像是挺简单 依依 我知道这些年 你习惯了独来独往的自由 但现在也不是一个人 我希望你也能习惯我 我会努力的 好 时间把岁月坠干一场梦 从此变得 心色匆匆 都还在向前走 彼此却没有了 肩平折肩的温柔 也不是所有联络都失聋 不愿而痛 言不由衷 只能做彼此的观众 散场的拥抱 有始无终 我紧握不放的固执感受 都落空 你无心一句话 就让情绪全翻涌 想说一点难为的 多一点好手 还爱的 就别说出口 只怪我不懂得 怎么唱这首情歌 只怪我不懂得 怎么祝福你快乐 距离让合照 退了色 心还在炙热 四季变坏了 遇见心跳 还有几个 只怪我不懂得 太爱却失去资格 只怪我不懂得 距离像一条银河 在环游的列车 在环游的列车 你欣赏了课 却留下的时间 陪着我愈合 在环游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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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游的列车